而市民代表庄一杰同样也关心地震后续的相关议题 他认为即使是救灾镇灾的工作 花联市能够发挥的权责范围不大 但也希望能让卫家宴市长能够有自主权 和受灾民众来站在同一阵线上 尽力的来全力协助花联市恢复往常荣景 市民代表庄一杰指出这次大地震 整个震后的补助和附件作业 让受灾民众非常无助 花联市是重灾区 但所有的灾后工作都必须仰赖县政府 庄一杰呼吁市长卫家宴要有所作为 和灾民站在一起全力来协助花联市恢复容景 这次咨询的重点 我是希望我们的市长有点担当 因为层级的不同 所以市长能做的事情范围有限 那这次0403的地震 说真的在花联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希望市长要勇敢的去承担 这是因为0403的大地震 花联的市民都苦不堪言 那县政府的动作缓慢 让所有花联市的灾民都有苦难言 那希望不要有政治的斗争 因为受苦的都是我们的受灾户 希望市长能够有肩膀的一肩扛起 为花联的市民做有实质性的东西 庄一杰以赖清德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 针对台南大地震时的作为 希望市长魏佳燕也能够有自主权 勇敢的为花联市民来争取权益 铁铁铁铭汇欢市报道